大家还记得那位我讲过的 论去美国的香蕉歌吗 他因为关于香蕉的言论而文明 他还说过 快速回顾之后 今天的重点来了 他最新的视频讲的是这个 今天带大家实地参观一下 美国的城市综合体 美国城市的综合体 没有中国那种喧嚣拥挤 有的是宁静和谐 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内心最深处所思所想 香蕉歌逛个商场都能归舔成 这样我真心佩服 咱说根据他之前的风格 他吹我是想到了 不过他选取的角度 是不是有点怪啊 我要是吹一个商场 我肯定得说 人头传动生意兴隆 种类繁朵之类的词 这是夸吧 可是他说的啥 说通过这个商场的宁静啊 能够感受到美国人最深处的 所思所想 这是夸也还是扁呢 你不如直接说生意不好 经济萧条没人去得了 就生意惨淡 也能被说的这么有意境 香蕉歌啊 我真服你 可能啊 香蕉歌在美国待久了 中文不太好 他说的什么所思所想 在咱们的成语里 是门可罗雀的意思吧 严重怀疑这是看山谷 用的词去商场念了 简单点说就是读错稿子了 石老宋确实有感情 但是文不对题 试得其反了 另外刚才还刷到了 田田圈哥最新的情况 好像他医院五千多的账单 还没还完 保险公司又来找他要钱 张口又四千多 哎呀好像情况不太好 他这样说 你转头就那四千六百多 我说你你你你你随便 反正没钱 他说你一个月赔 赔两百块钱行不行 我说那不行 我一样卡里面 现在一共就一百 一百三十多块钱 还得吃饭呢 那我说那你不行 你起诉我吧 起诉我大不了 就是老子搞个破产 对不对 我现在我律师肺 我都错不起 我现在我吃饭 我都成问题了 对吧 看来这是要钱 没有要命一条的架势 虽然我不知道 香蕉根下一步会怎么走 会不会像田田圈一样 遭遇这样的窘境 不过我也不猜了 咱就继续吃瓜吧 还是那句 对这些润人 尤其是出去之后 就说有损祖国化的人 我们不歧视 但也不同情 路是自己走的 冷暖自知 祸福就自己承担吧 多半他们就算是碰得 头破血流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头的 那我们就继续看看 他们还能起啥幺蛾子 同时我也想友情提示一下 他们没有合适的素材 可以不拍视频的 香蕉哥不要愣凑 读错了稿子 反而是寒碜你心中的梦想国了 田田圈哥呢 也不必讲太多 你个人的悲惨遭遇 因为你一边说惨 过两天又继续骂娘 和甜美丽的地方 着实是有点分裂感呢 当然这些只是友情提示 你们可以不接受的 我还挺喜欢看你们这些视频的 既喜欢看香蕉哥 眼镜里智慧的光芒 也可以欣赏到田田圈哥 爽朗笑声里对生活的感悟和历练 有人说这些人是去美国改造的 这话咱可不敢说 不过我会继续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看看到底最终能成啥样 最后提示大家 请理性吃瓜 憋住不孝